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財政部對於11名中港官員實施制裁的影響 就逐漸浮現 在今日HK01報道 說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趕及在美方宣布制裁三天前 將樓轉案給中銀香港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HK01去了土地註冊處進行查冊 發現鄧炳強持有的南區智庫花園單位 已經由匯豐銀行轉案到中銀香港 警方發言人回應 這個單位屬於警務處處長致用 是處長在制裁之前的消費決定 和制裁是完全無關 匯豐發言人說不評論事件 這件事給人的感覺 就好像是有人早收三日封 然後就趕快將層樓轉案給一家中資銀行 去避開制裁風險 當然現在他說與制裁無關 只好是無關 肯定是一連串的巧合 再加上鄧署長 英明神武 又動色先機 又能夠預知自己將會有被制裁的一天 所以就作出消費決定 真是厲害 現在他將層樓轉案給中銀香港 到底會否出現類街坊的情況 因為美國財政部說明 不僅是美資的企業受到限制 甚至乎是連海外金融機構 都不准和這些被制裁的人士 是進行所謂的significant transactions 即是不能有重大交易 到底何謂重大交易呢 那條線掌握在美國財政部 那個OFAC 即是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的手上 因為所謂的重大交易 根本上就沒有清晰的定義 又不是說某一個金額以上的交易 或者是某些類別的交易 就為之是重大交易 他沒有說清楚明白 所以人家如果有一天指控你 那你就糟糕了 因為這又不同民間的想法 比如說一般市民當然會覺得 樓宇案揭就是重大交易 但是作為一些中產 甚至乎是有錢人來說 這些是很小而科的事情 不過民間的定義是沒有用的 美國財政部的定義 才是有決定性的 所以這是否重大交易 很難去判斷 實際上 現在中銀香港 都是冒著一個踩界的風險 接下來我們又看看林鄭 林鄭昨天在接受大陸官媒 中國環球電視網專訪的時候 就出資承認 制裁對於他個人而言 是帶來一些不便的 例如是使用到 由美國公司提供的財務服務 或者是信用卡的時候 就會受到一些限制 但是他就說這個是意義不大 對呀 他的說法又改變了 他之前說到自己不向往美國的生活 而且在美國也沒有擁有任何資產 所以他對於美國的所謂制裁 都只會是一笑致之 以及癡之以鼻 但是現在又說到 銀行服務 信用卡服務 受到影響 即是跟當初的說法又有些許不同 而且你根本上無法預計 到底特朗普下一步會怎樣走 林鄭今早就提到 美國對於香港實施制裁是完全不合理 香港作為世貿組織的成員 是受到了另一成員的不公平對待 特區政府將會向世貿組織提出申訴 好了 現在準備在世貿的框架是挑美國機 你挑美國機又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如果美國有反彈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會彈到哪個身上 或者他會怎樣反彈 待會他抽起條根 叫美國財政部 要嚴格地執行針對海外金融機構的條款的時候 這樣就大劑了 到時那些銀行還敢不敢做你生意呢 而且一件事 林鄭還提到 說香港有很好的金融中心和專業服務 但是因為制裁等的原因 現在就較難打入外國市場 他認為 香港是必須把握好 將重點轉到內地龐大的市場 尤其是跟我們比倫的 粵港澳大灣區一樣 實際上 目前來說 美國的制裁 都是制裁11名中港官員 沒有制裁那些金融財進 或者是專業人士 暫時未聽到 唯一一個專業人士 就是鄭若驊 所以無論是林鄭也好 或者是其他高官也好 整天一出來說話 開口就說美國制裁香港 現在美國是制裁全香港人 還是只不過制裁個別的中港官員 這個裏頭是有相當的區別的 並非是完全對等的 怎麼能夠是運為一潭才行 你說美國制裁香港 比如說 所有所謂香港製造的產品 特朗普叫你不准再寫 Made in Hong Kong 不准再寫香港製造 要改為Made in China 改為中國製造 這個就可以理解成為制裁香港的一個舉措 但是有其他的 例如限制財政、銀行服務等 跟其他人有關的事 所以要講清楚 把主體 千萬不要混合來講 另外 林鄭今早在Facebook 又寫了一篇文章去自白 她說 過去一年 是她40年公務生涯最嚴重的考驗 承受著前所未有的人身攻擊 和面對深感擔憂的艱難日子 隨著外國政府和政客對香港事務的無理指控 和粗暴干預 這些人身攻擊將會提升到國際層面 但是她仍然會以當年無畏無懼的精神 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市民的福祉 並且以小鳳姐在2018年唱給她的《順流逆流》 作為《自免》 這件事正正反映到 林鄭對於過去一整年所發生的事件 她有沒有半點的自省能力 一味道別人對她是人身攻擊 甚麼是人身攻擊呢? 例如粗言畏語 又或者辱馬等等 這些就為人身攻擊 但是別人對你的理性批評 你有沒有聽到? 別人對你的建言 你有沒有聽到? 別人對你作出有建設性的意見 你有沒有聽到? 如果有聽到就不會搞到今天這個光景 一味道別人外國的政府和政客對你人身攻擊 我真的沒聽到有外國政府和政客 會用一些很噁心或粗暴的言辭去辱罵林鄭月娥 如果有的話 大家可以在留言說出來 你不能將外國政府和政客對你林鄭月娥作出一些理性批評 或者你認為是非理性和不合理的批評 就視作為人身攻擊 因為人身攻擊是有些客觀的條件 要符合得到才算是 如果你認為外國政客或政府 對你本人作出一個制裁 這個又是人身攻擊的話 你根本就是錯解了人身攻擊 制裁並不等於人身攻擊 制裁就是對於一個人的懲戒 怎麼會是人身攻擊呢? 比如說中國政府之前對於十一名美方人員實施了制裁 難道你說這就是對於十一人的人身攻擊 不可以這樣理解 所以林鄭月娥口口聲聲說 有人對你人身攻擊外國政府 你說外國政府 政客就不知道 政客何其多 政府不就只有百多個 全世界 你講這些例子出來給人聽聽 有哪個外國政府對你人身攻擊 有啊有啊沒有啊 這件事 另外他在歌詞裡引述了這一句 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 紙巾森中意願去走 這句簡直就是他本人的寫照 他就是因為紙巾森中意願去走 所以香港現在走到這一步 真的 不過呢 所謂冤豬頭都有文被蒲實 他獲得了這個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的力挺 老胡說什麼呢 支持林鄭主動放棄劍橋大學 玉爾森學院的名譽 院士名銜 他還說要提醒劍橋 說他的輝煌就像英國的輝煌一樣 更多是屬於過去的 英國現在有多少危機 劍橋實際上就有多少潛在的危機 任何名校都要以他所在的國家或地區的繁榮作為基礎 英國不斷走近下坡 不過劍橋就不能有和英國同樣的臭毛病 例如網自尊大等等 他需要對導致英國衰落的因素 保持警惕 虛心看這個世界 他說不要聽 西方的圈子已經供養不起劍橋所希望長期擁有那種榮耀 他必須同時得到中國這種超大新興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大家都捧你 人才和資源都向你集中 你才行 捧你的人少了 那你就糧了 實際上 他就是借踩劍橋去捧高林鄭 問題就是他不要忘記 林鄭的兩個兒子正正在這間 胡錫進說到 好像一文前都不值的劍橋大學畢業 那如何解釋呢? 很多香港高官的子女 都是前父後繼地去英國的名校就讀 那又如何解釋呢? 我真的沒有聽聞過 香港的高官子女 會前父後繼地安排自己的子女 去北大、清華、膠大、復旦等等 這些中國名校就讀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怪現象呢? 口口聲聲叫自己愛國 實際上就把自己的子女捧到外國 所以說什麼都是找老襯的 行動就最實際 到了有朝一日 你們這些傢伙全部都知行合一 才出來說話說服市民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